有人说,你留一颗子弹干嘛呀,准备敌人上来自己自杀呀,我说你傻了,这个思维是傻思维,你自己用子弹把自己打死干嘛呀,你真是战士在战场上,留一颗子弹,到最后你上来的时候,我还把你放掉,打死一个,最后会有多少子弹来打你呀,不也死了吗,干嘛自己弄,我说我留一颗银片呢, 他说你留着给自己拍照,不是,我想,还有这个社会突发新闻,因为我遇到过那个车祸嘛,那个交通事故这样的东西,那么我到了回去之后呢,绝大部分是,绝大部分是时候没有用,没有事儿,我的同事们一看,一两张的两三张银片呢,不值得剪下来的,我们这些多的话就剪下来,下次再装进去, 后来他们都是,冲了吧,一冲就冲成白条了,懂不懂,你不懂吧,没感光的,就是白条,白板啊,以前我们也经历过那脚皮,对,透明片嘛, 我哪怕生一张,我也摆个姿势牌照,你现在我那个拿着相衣去招手,那就是,把它放着,拿着别人的相衣,我把我的相衣放着,放个小柜子上,把你看着自拍一的,转,我拿着别人的相衣比划一下,拍一张,还有,敞开胸膛的,我给你小红书了吗? 有,那当然很经典,英文,对,那经典都不得了,那是,对,看着都有,不能记住。 那个,很多,这样日记月累,就接累了很多照片,不是,都是最后的交篇头,所以那个普德伊呢,就要弄一个,这个编一本书,就是我自拍相, 按他的理论,自拍相,就是自己往里看,自己看自己的内心,表达自己的内心,全影绕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大场面,向外看,就是向里看,向外看。 那个,那个,因为这个,这个题材呢,在中国不敏感,所以,中国摄影出版社跟他讲定了,他们要出版。 另外,普德伊说这么个意思,他说,你的红色新闻兵,奠定了你在世界上,摄影史上的地位,但是,这个地位,不能够牺牲你的作品的,这个销售的,就是卖亚,排卖的价格。 通过这本书出来之后,你同样的作品是你的,你就,原来就是一个著名的摄影记者,一个著名的艺术摄影家,一个著名的什么,等着这个书出来之后,就奠定了你在世界上摄影艺术家的地位。 当时一个搞摄影的,包括即时摄影的,你不能定定你艺术家的地位,你作品的价格,总是被压制的,是有限的,不是,没人压你,就是因为你这个,那个,拍卖价格上不去。 那怎么从摄影家和摄影艺术家之间那个飞跃的标志是什么? 他说了,当这个,这本书,他是要出法文版,英文版,中文版,因为这个在中文能出,在中国大陆可以出的,他这个出了之后,就会解决了这个问题。 李正胜是一个摄影艺术家,他的作品就,应该在评论的话,就不光从一个记者的摄影来评论你的作品,也不是从一个,仅仅从一个议师摄影师的角度来评你的作品,是一个摄影艺术家。 所以那个,那个时候,那个,你作品的价值,就会倍增。 就是看似细微,支离末节的那些破碎的历史的碎片的这本书,就是中国摄影家出版社要出的,李真生的这本,自拍。 和接片照,实际上是他,从一个摄影家,飞跃成一个摄影艺术家,鲤鱼跳龙门的一个标志。 你说的对,他,普利基说,他编辑这本书的秘密就是这个意思。 那个最权威的,艺术品评估这一个公司,到我纽约,到我家里评估我的作品,好多天。 那个,这个评估是什么意思啊?就是说, 秋天后他们要想他的車业を顺畜一位。 畅四到行的不是小都和専有的有特惠 Beautyを高兴那 Low車他是大部搞的材ку过的 disorders。 那么可能能来说,就不高兴那山下宫头表强了 Komb都是高兴那个事。 谢谢大家